早春吃什么味道更养生 中医美食家又准备了哪些 独家早春美食 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我是刘静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会觉得棚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 是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很美妙 叫做暖春的健康味道 说到味道 我们说人生百态 比如说酸甜苦辣咸 但是中医我们讲有五味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酸苦甘心咸差不多 对不对 好 那问题来了 请问春天我们需要五味当中的 哪几味帮助我们更好的春生下长 秋收冬藏 给大家一些选项 目前我们可以选酸 可以选苦 还可以选咸 我请几位观众上来选择一下吧 好 这位阿姨麻烦您起来 旁边那个红衣服的阿姨 也麻烦您 三位一起上来 我们一起做这个小游戏 来 请三位来到舞台中间 我们掌声欢迎三位阿姨 春天呢 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味道 来养生 来调理 来更好的生发 阿姨先选择 再告诉我理由好了 是选酸还是苦还是咸 请站到那个圆圈上 您选苦 快速做选择 你们俩黑衣服的阿姨 红衣服的阿姨 三二一做选择 您选咸是吧 来分别问一问 两位观众选的是苦 阿姨您第一个就坚定地 站在了苦上面 春天要吃苦吗 因为春天呢有火 火 苦 我觉得是去火的 所以说要选苦的 春天哪来的火呀 那春天嘛 阳气上升 那个就是人们 从阴转到阳了 就好像那个阴 容易有火 有火 您讲得好像有点说服 有点道理 阿姨您为什么选苦呢 我也是这个意思 就是春天是有火 春天我都有火 阿姨说反正现在 我懵得很的 你都会有火 为什么选咸呢 那个春天那个 应该养肾 肾把那个心里那些个 不好的东西 不好的东西 也可以那个排泄点 排泄出来 反正肾好很重要 对 这个咸又入肾 所以我们得养养肾 对 补点儿咸的 对 好嘞 谢谢 我们先把讲座送给三位阿姨 三位阿姨先请到 回到座位上吧 谢谢 谢谢 到底春天适合用 什么样的杏味 来帮助我们调理呢 当然这个问题 要问今天做客 我们养生堂的专家 她在日常生活当中 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大美女 我们都知道 古有神农长百草 今在养生堂 有专家做百味美食 可以把很难吃的中药 变得又好吃又美味 还营养 同时对我们的身体有帮助 大家来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是我们导演 在这位专家的朋友圈当中 截取的一些图片 我们比如说来看这个 享受下午时光 自制酸奶水果甜品 酸奶自制就可以不加糖 用水果来补偿甜味 嘴馋又不长肉肉的好方法 大家来看那个图片 简直太美妙了 对吧 再来看这边 这边就是她家里的一景了 有不同的颜色的小花和绿色 真的让我们感觉春天来了 她说花团锦簇我 三餐不必须 配陈皮梅茶 清肠通便又除湿 再来看中间的这个 哇 自制金菊酱 这个专家还没上场 我们就仿佛能够 勾画出她的样子 她到底是谁呢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 去她的家里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宗明 我现在就来到了 专家的家门口 到底是哪一位专家 她家又有什么养生好物呢 走 赶紧去看看吧 请进 喂 喂 老师 您好 您好 欢迎 欢迎 这是忙活什么呢 正要做胖大海羹 果然来的是时候 走 别打扰你 走那点吃的 喂 老师 平常我只听过胖大海泡水喝 从来不知道胖大海能做什么 从沧羹类的 就是胖大海不光是药 其实它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美食 你看我胖大海用开水已经泡了 大概泡了已经半个小时了 中间这个芯我们是不要的 我把肉弄下来 肉我一般用手给它捏碎 你看我都戴着手套 为什么要捏碎呢 因为里头可能还有硬结 看见没 是的 硬结还有皮 所以我就都不要了 这样一会做出来羹就特别好吃 用手给它过了一遍筛 对 过一遍筛 一边碾碎它 一边把里边的杂质都挑出来 胖大海刚才的碎 已经都碎了 我们放在锅里 然后其实就是一起放就行 你看这是藕粉 也一起放里面 基本上体积我看也是1比1 对 就是1比1 这是我刚才泡胖大海的温水 温水 然后我就要多放一点点 我为了这个藕粉不浪费 藕粉不浪费 这个水和那个食物的比例有讲究吗 就是你要想它胖大海 这个耕就稠一点 你要想说胖大海饮 就做饮铁就稀一点 但是那个稀也要出 那个年稠稠的那个感觉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小火了 不要大火 大火它就驼了 平常我们家老来客人 我们家老来客人 我经常会独创一些东西 真厉害 您这得申请专利 然后再起上好听的名字 到时候出一个那个韦氏菜谱 差不多 差不多了 韦氏菜谱能出100多种 这么厉害 最后加一点点蜂蜜 哇 它更润滑了 味道肯定更好了 我现在超级期待这个的味道 尝一尝 谢谢韦老师 来的太是时候了 哇 甜滋滋的 而且有一种花香味道 特别适合春天的一个饮品 韦老师您创意太好了 把我们觉得难吃的中药做成了美食 饭后甜点 这想法太好了 是您经常爱研究是不是 对 就是很多中药 其实也是药膳嘛 中医的药膳也有快上千年历史了 所以其实我也研究药膳 然后怎么把中药变成食品 又好吃 我研究了好多 咱家里是不是有很多食材或者是药材 对 有好多 是吗 您带我去看看 好的 都是宝藏啊 都是宝藏 哎呀 漂亮的小盒子 这是我的常用中药 哇 好整齐 这是常用中药 这些药都是您常年放在这里的吗 不是不是 我那个不同的季节是用不同的药 哦 也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药才会被选进来 对 那也就是说现在我看到的药都是适合春天的呗 现在这个季节是适合春天的 那它们是有什么共通的特性吗 共通的特性有两个味道 哦 这些中药都是两个性味 主要是这两个性味的 对 比较适合春天吃的 哦 那到底是什么性味特别适合春天呢 我们转分演播室让专家解读一下吧 迫不及待地想要认识一下今天的专家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方医院血液免疫科亚健康科的主人医师 维云 欢迎维主任 维主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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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见面了 看到您好亲切 欢迎维主任 滴滴鲁花香票万家 中国高端学人员云 名者鲁花倡导 消费者少吃油 吃香的油 现在在我们舞台右侧 有一个巨大的菜谱 来 我们走近它好吗 维老师 好 这个名字也很好听 这叫维氏百味中药的药扇谱 大家可以看到这有四个问号 我可以先给大家透透提 一开始一上来的时候 维老师您也看见了 我问大家 如果说在我们这个初春的季节 酸苦甘辛咸五味当中 有哪些性味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调理和养生 然后我告诉大家有两个 分别有观众选了苦和咸 是不是呢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这四个问号的下面 但是今天这期节目 我们只揭晓上面的这一个性味 就是第一个问号 下一个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 会给大家揭晓答案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百味中药吧 导演告诉我 说您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呢 有一个特别大的兴趣爱好 就是尝中药的药味 是这样吗 是 是 那个我们家里头尝背的中药 特别是经常 比如说我们开来的那个中药 我每一个我都要尝一尝尝一尝 这都很长时间了 大概我们实习的时候 在中药房实习 我就拿来都尝一尝尝一尝 基本上每一种药 它真正的药味 口味我是都知道的 在后来呢 基本上比较爱做饭了以后 这二十多年时间 我就基本上把很多药食同源的 甚至是并不是药食同源的 就药用价值很高 但是平常我们身体健康 要需要的一些东西 怎么给它变成美味 就不像我们吃药那么痛苦了吧 是 这个很重要 对 就把我们的治病养生 融入我们生活的每一分钟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百味药膳 不是其中的 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对 对 其实说到茯苓 我们北京人常说做茯苓饼嘛 您是怎么做茯苓啊 这茯苓我不给它做饼 大部分的茯苓 因为茯苓做饼非常难吃 茯苓什么味道都没有 对 白面面的 面面面的 然后中间可能要加点馅 才能会吃馅的味道 然后它单独成饼 它那个没有粘合剂做饼 单独吃它又很难吃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那个茯苓 我是给它第一个是熬粥 第二个做豆浆里头放茯苓 那茯苓老师 我能不能问一个有点挑事的问题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失误过 就翻车了 对 对 对 太常见了 很常见吗 比如说 比如说我做那个 我们都知道当归生姜羊肉汤 是 又补气又温羊又活血 是吧 我就当归放的 可能就比较多了 完了就那个汤 羊肉汤全是中药味 就跟中药汤似的 特别难喝 因为当归的味道特别窜 所以当归你要放当归 我现在就知道 用什么东西 把当归那个味道放下去 然后用什么东西 能减少它那个窜味 所以简单地说就是 茯老师有很多的翻车的经历 所有翻车的经历的目的 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在不同的实验当中 最终的成品 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的 哪怕请客来到家里 都是拿得出手 大家也会举大木鸽的美食 今天我们就要跟韦老师 好好地探讨一下春季 尤其是吃春时节 我们吃点什么更好 那我们首先揭晓 我们第一个性味吧 对于这个季节 我们用什么样的性味 是最合适我们来养生的 我们回到中间 好吗 好 刚才一开场 在为主人上场之前 我们其实已经请现场的观众 一来猜了猜 春季适合用哪样的性味来养生 有选苦的 有选咸的 没有人选酸 所以正确答案 他们有猜中吗 正确答案都猜错了 完美的错过了 错过了 应该选酸 应该是酸 应该选酸 可是刚才我们完全 第一个就排除了酸 我们说酸是收敛的嘛 但是春天是生发的 我们需要让阳气发出来 对 所以好像听上去是相反的 好像它收敛 我们记得酸都是收敛 但酸的第一个功能 最主要的功能应该是生筋 那我们都知道望眉止渴 为什么叫望眉止渴 就想到酸味 好像口水就会分泌得更多 它是生筋作用是第一位的 酸敛是后边的 所以春天就像我们人体生发 就像一个火炉子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大家看 在我们的火炉右侧 我们准备了一个火炉 那它跟刚才您说的因滋因又有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我们人体所有的阳气 它要消耗物质 是 对吧 你所有的动能你都得靠营养 是 那阳气也是需要营养的嘛 那我们的营养就是人体的阴液 就中医的阴阳是护根的 阴生阳才能长 阴生阳长 阴少了阳气也会受到影响 对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我们再来看这个火炉啊 我们都知道生火是需要靠柴火的 对 如果柴火少了 或者柴火快烧光了 火苗火势一定是小的 对吗 如果我们想要这个火特别的旺 我们就得多添柴火 对 还得添比较干的柴火 或者在火上浇一把油 其实无论是柴火 还是浇的那把油 都是它的营养物质 它的物质 对 就跟阴液像您说是我们阳气 燃烧得更旺的营养物质是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的营养物质可能是柴火 这个就是它的物质 所有的阳气一定要有物质做基础 所以你一定要有阴液补充足了 我们的阳气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在春季 首先要考虑的呢 在初春时节来点酸性的食物 帮助我们更好地补充体内的这个能量 让我们体内的阳气烧得更旺一点 就像这把火一样 既然我们讲到酸性物质很重要 先要帮助大家确立一个观点 酸性物质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要的药膳 如果这个药材是酸性的 和它尝起来的酸 是一回事吗 我们在春季首先要考虑的呢 在初春时节来点酸性的食物 帮助我们更好地补充体内的这个能量 让我们体内的阳气烧得更旺一点 就像这把火一样 既然我们讲到酸性物质很重要 先要帮助大家确立一个观点 酸性物质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重要的药膳 如果这个药材是酸性的 和它尝起来的酸 是一回事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好了 山楂 好酸对不对 它是酸性的吗 它的性味是酸吗 酸的味道和酸的性味是一回事吗 我觉得不是一回事 也不是一回事 对 为什么 就是那个味道 它那个味道虽然是酸的 但是它那个药性 我感觉不一定是 不一定 对 有可能是也有可能不是 但是你知道呢 因为山楂如果成熟了 长得比较饱满的时候 水分比较充足的时候 可能还吃起来是甜滋滋的 是 所以也有可能是甘味的对不对 对 阿姨讲的对吗 对 其实我们中药的那个性味 那个味就是酸口甘心咸 和我们就味蕾感觉出来的那个 那个味不完全一致 不完全一致 大部分的我们味蕾感觉到的那个酸 药性也是酸的 但是也有很多药性酸的 味蕾感觉不到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山楂 山楂到底是酸性的吗 山楂是酸肝 酸肝就又有酸又有肝 对 酸肝 所以很难去确定 到底是哪一个 以后我们听听为主任的具体讲解 送给阿姨一份礼物 阿姨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送给这位阿姨 回答得特别好 谢谢 谢谢 来 阿姨请回到座位上 我们把甲肝送给她 谢谢 所以为主人的意思是 我们确实需要在春季吃点酸性的食物 来帮助我们养生 可是不是说这个吃酸的就好 那到底如何来选择呢 当然了 接下来为主任会给大家介绍 在她的百味重要腰膳当中 比较符合酸性的推荐给大家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想提前 接下答案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酸 在我们舞台中间的这个金色盖碗下面 就是今天文云老师给大家推荐的 第一个酸性的食物 制作成的饮品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代茶饮 对 它的颜色特别地好看 三 二 一 这是一杯特别好汉的红色的饮品 有人见过吗 有人喝过吗 大家都是很茫然的状态 给大家一些参考的思路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个药材 食材有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洛神花 又叫做植物红宝石 可以帮助我们降血压 阿姨们都后面喝过洛神花茶 来 后面那位阿姨 麻烦您上来 阿姨刚才也特别自信 立刻就举手了 您对她了解吗 对 我经常喝这个水 为什么要喝这个水 因为一个是我觉得颜色特别好看 那个我上浙江去的时候吧 他们那个满地种的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 那您告诉大家 它喝起来的口感是什么样的 口感嘛 有点发酸 酸酸的 也有点甜 别的味道我还没觉得尝出来什么 您直接就用这个泡水喝吗 对 它开的花也特别好看 直接加其他的内容吗 不加 实际它也叫那个玫瑰茄 所以阿姨猜是玫瑰茄 到底猜的对不对呢 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 我们先请阿姨回到座位上 谢谢 掌声送给阿姨 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一会儿来揭晓答案 我们先主要的来分析一下 我们来看大屏幕 提到的降血压的功效 韦老师 现代药理对它有研究吗 就是国内有学者 把这个提取物变成了骗剂 就是一个符合骗剂 骗剂提取对一百多 一百二十八例高血压患者 观察它 这个骗剂对降压的效果 在一百二十八例高血压患者当中 一共分三期 一期是六十五例 二期四十一例 三期二十二例 治疗之后三组的收缩压 也就是高压下降的平均值 都超过了二十毫米共柱 那舒张压除了第三期之外 第一第二期下降值 都超过了十毫米共柱 也就是说 治疗前后血压的比较 具有一定的差异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降压的作用 是在我们原有降压药 不动的基础上 又加了这个所谓 问号降压片 就来辅助降压 没有增加其他药的情况下 只增加这一个骗剂 并不是只靠它 就是原来你高血压的 你还是该吃什么药 还吃什么药 然后再加上这个骗剂 它把平均的收缩压 降低了二十毫米 进一步的降压 进一步降低 效果非常的明显 对 明白了 这有一定差异 就是论文里的术语 那就实际上的前后对比 也是有差异的 有一定差异 就说明是有用的 对 是我们在学术报告当中 体现的有用的结果 对 所以韦老师 如果说这是 现代药理学的研究的话 中医中药对它有认识吗 它的作用是什么 中医中药和这个概念是不一样 它是两个理论体系 这个药材它的中药的作用 润肺生津止渴和活血的作用 我们先来看看滋阴润肺 要用它加上麦冬 加上鲜炉根一起来煮水喝 对 它就更好的滋阴作用 有更好的滋阴作用 特别是对于春季人 口干口渴 鼻干眼干的这些人 应该有非常好的疗效 这边还有如果要用到 它活血的功效的话 就要加上10克的红颈天 一起来煮水喝 对 光用它不行吗 这个加强作用嘛 因为它本身是 药食同源 药食同源 它其实是一个食物 药用的作用比较弱 那如果你想加强它的药用作用 你就再增强一个冬季 加强一个药 那想增强它的活血作用 就加一个红颈天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它来活血 用我们的代茶饮 滋阴润肺 用不同的代茶饮 除此之外 还对于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见的哪些症状 可以起到一定的调理 和改善的作用 那我自己为什么 要喜欢喝这个洛神花呢 是因为像我们自己当大夫 天天一天的 不停地说呀 说呀 说呀 一上午要是一天的门诊 估计收出去好几壶水 你又不能随时喝水 你也不能上厕所 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自己特别爱用的 说话太多 经常会嗓子干疼 咳嗽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自己特别合适的一款 一款中药 就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滋阴嘛 可以解决口干啊 咳嗽的症状 这个春天了 也会嗓子觉得有点不舒服 现场的观众有吗 有说话多了 就容易咳嗽 那我问问这位阿姨吧 阿姨来说说您的症状好吗 我就是嗓子干就干咳 就是喝点水就好点 不喝水就咳嗽起来 平时爱喝水吗 爱喝水 爱喝水 那爱喝水还经常会容易干咳 就是缺水的时候 您是一个特别容易口渴的人 对 平时喝水量就很大 对 然后还会容易出现咳嗽吗 喝水多的时候不咳嗽 少了就咳嗽 如果这个突然有一段时间 可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来不及喝水 比如说现在在录像 可能就会总觉得 嗓子痒痒的干干的是吧 对 这个症状有多久了 就这两天 就这两天 所以韦老师 是不是可以理解 阿姨的这个症状表现 就跟我们说到春天 这个季节的生发 可能那个音不足有关系 其实春天本身啊 北方的气候就多风 多燥 就容易人就出现 咽干啊 口渴啊 那个到处都燥 眼干 鼻子干 口干 是吧 到处这样的 然后这些人往往又伴有一种咳嗽 很多人还跑回去咳看病去 我怎么老咳嗽啊 有的时候会震咳一震 有的人会嗓子老是痒痒的 非常多这种人 所以这样的人呢 有很多人还吃消炎药呢 自己吃消炎药 吃很多药 也不见得能解决问题 是因为没有滋阴 你即使喝水 它也未必能解决问题 归根到底的原因 还是在于我们体内的阴液不足 对 还是要通过滋阴来润造 对 所以说咳嗽和咳嗽 还是有区别的 有的人可以用洛神花 来帮助我们缓解咳嗽的症状 对 有的人是不适合的 对 这位阿姨适合 它应该适合 应该适合 我们给大家明确一下 出现了什么样症状的咳嗽 是适合用洛神花的 就是出现的咳嗽 一定在气道的上部 在咽部 咽部刺激性干咳 第一个是刺激性 哎呀痒痒的 干干的 然后好像痒痒痒以后想咳嗽 这是第一个 刺激性的 干咳 干咳就是没有痰 痰很少 或者咳半天 可以点点小痰块 以痰少为主 干咳 痰少 咽痒 这样的人应该效果好 所以如果回到大屏幕上的这个问题 它是适合有痰型的咳嗽 还是无痰型的咳嗽 那肯定是无痰型的 无痰 干咳 咳不出来东西 但是就是觉得咽肝很痒 对 阿姨您适合 到底它是什么 又帮我们来揭晓答案 我也送给这位观众一份礼物 好 面条 选卤华 阿姨给您送上的是特别好吃的 卤华六亿活性面条 卤华新创六亿活性面条 爽滑 软 痰 又 麦香 孩子喜欢吃老人 一消化 久吃不腻 又养胃 祝您吃得健康 来 送给这位阿姨 谢谢 阿姨祝您健康 好嘞 来 阿姨请坐 我们来掌声送给主持人阿姨 接下来呢 我就要揭晓答案了 到底我们这个可爱的 洛神花的中药名是什么 来 我们来把这个问号 给大家打开 它就是阿姨刚才提到的 玫瑰茄 我们来看大屏幕 给大家制作的是动画版 阿姨说了 我们可以做洛神花茶 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韦老师一般 我们怎么用洛神花 那洛神花我也是做茶 但是我可能没有这么单纯 我做的茶要 味道要更丰富一些 叫玫瑰茄水果茶 玫瑰茄水果茶 也就是说除了玫瑰茄之外 还会加一些其他的水果 对 加一些其他水果 比如说可以放苹果 可以放梨 如果说干得厉害 干得厉害我就用梨 如果说我想增加它的口味 比如说饭桌 今天朋友来了 我今天饭桌要多的是银铁 我就用苹果 因为本身它是有点酸味 没什么甜味 我们又不想在银铁里加糖 那就弄点苹果放里边 就等于一个白色的透明的壶 里面放上水果 加玫瑰茄茄 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想一想非常好看 想象一下都觉得 因为它的酸味的刺激要流口水了 它是需要直接泡就好 还是要到炉子上稍微煮一下 就是像我们经常 比如说家里那个糊 一加三口 那就1500毫升的糊 半个苹果 加上三朵 三朵玫瑰茄茄 三朵玫瑰茄茄就好 出来那个颜色就非常好看了 如果再想加一点点 到春天 更增加补益作用 我往里头放几个枸杞子 放点枸杞 你看一说具体的数字 阿姨又开始记了 我相信阿姨回家 立刻先买水果 再买玫瑰茄 然后就开始泡茶喝 阿姨先别着急 今天既然韦老师来了 对不对 韦老师是中医美食家 除了这个玫瑰茄水果茶之外 还有大招呢 是什么 我们来看大屏幕 继续来看看韦老师的朋友圈 这个叫做 玫瑰花生酪的配方 看上去好好看啊 对 大家都说已经收藏 还有人说简单回家做 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大屏幕上啊 简单的做法 其实韦老师都已经写下来了 叫做花生要开水 泡两次去皮 或者是炸过 用200克就好 糯米泡一个小时 用50克就好 还要加点糯米 用豆浆鸡煮一煮 加入玫瑰花 加入桂花酱 这个桂花酱呢 是我自己又加的 我们其实可以不加它 如果用玫瑰花也行 用我们这个玫瑰茄也行 它出来的颜色就是 不要放时间长 一定该吃的时候 该喝的时候 你再把它撒上去 所以白里透一点点红 那么玫瑰花生酪 到底怎么做呢 玫瑰花生酪 这名字听起来就特别的诱人 这到底怎么做的呀 韦老师 没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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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了 就是把这个洛生花给它切碎了是吗 切碎了对 嗯 这其实是应该先泡软 嗯 我还吃过这个软的那个鲜的很甜 对 甜酸甜酸的 煮起来有点筋的 哦对对对 就是它哈 然后把它撒在上面 特别好看的一个玫瑰花生烙就做好了 哇 非常的顺滑 滋滑 香浓的很 这个浓浓的花生香味 关键是有这个玫瑰在其中跳跃 增加了酸甜的口味 完全不腻口 对 这也是您自创的一个甜食 对 鬼主人自创的玫瑰花生烙就做好了 除了玫瑰且鬼主人带来的适合春季养生的第二个酸味药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酸性的食物适合春季 尤其是初春时节 帮助我们来调理养生 还有一个问号呢 也是酸性的 这个食材跟什么有关呢 早春人体内一有热 难道我们要用它来解热除热吗 对 就是我们经常说早春春天呢 阳气在生 邪气也在生 如果你一冬天续集的那个内热 到春天的时候就会外发 这个外发经常会有很多人 不仅仅是咽痒咳嗽 那就还咽痛 不仅咽痛 有的人咳嗽会有痰多 对吧 还有很多人经常一伸舌头 舌头都红了 然后口干口渴可能会比那还厉害 所以呢 就说那个热相要比我们说那咽干咽痒 咳嗽要更厉害 咽痛 咳嗽 然后舌红 胎黄 口渴就都出来了 这种热相 大部分我们中医辩证认为它是肺热 肺热 刚才说到的这些症状 咱们现场的观众有吗 后面第二排的那个阿姨 那阿姨 上来吧 说说您的症状好不好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阿姨 因为请阿姨把口罩摘了 是刚才韦老师讲到了 这个肺热的症状 会体现在我们的舌头上 我们先看看阿姨 有没有出现肺热 阿姨把舌头伸出来冲前 看看 她的舌头呢 是一个比较胖大 然后边有齿痕 有点水滑 它其实是一个脾虚型 它倒没有肺热 但是刚才您说您自己有咳嗽 我一到冬天就咳嗽 我北到冬天就咳嗽得特厉害 就十五那天我咳嗽得特厉害 咳嗽的时候还咳嗽头血来了 现在不咳嗽吧 也咳嗽 就是现在吃那叫干草片 为了急着赶快压它嘛 就吃那干草片 咳嗽痰多 是吗 有痰吗 痰不是特别多 嗓子疼吗 痒子疼吗 痒子疼 有时候疼是很少疼 就是痒 咽痒咳嗽 而且是持续很长时间 我基本上到冬天一朝凉 就这一冬天就老咳嗽 而且今年这冬天 在今年的三十之前就咳嗽 咳嗽到一直到那个21号吧 我去的医院看的 结果片子看的好像不是特别厉害 完了我吃那个干草片也得压它 先问一下为主任 因为刚才我们一直强调的是 如果到了春天 因为这个生发的季节 而出现的肺热的问题 所以阿姨如果说 它在冬季会出现咳嗽 而且会加重 它一受凉咳嗽 跟我们今天说的还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更好的辨别 什么样的咳嗽 是我们今天讲的肺热的咳嗽 对 什么样的咳嗽 是因为我们说到了受凉引起的 其实阿姨就是一个很好的反例 对 她的那个症状 你看我们看她的那个舌头比较胖大 别人有齿痕 其实她是一个肺气不足 她不是今天我们讲的肺精有热 明白 到底肺热型的咳嗽是什么样呢 我们一会儿来给大家仔细地分析一下 来 讲授送给这个阿姨 讲到肺热 其实刚才我们一说要看舌相 大家就会明白了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舌胎上 我们来看看我们舌头的各个部位 分别代表着五脏六腑的哪些 然后哪里有火 我们就一目了然了 我们先分区域好不好 一个个来 好 我们先说脾胃在舌头上 好 脾胃在舌头上 一般在舌中部 中部 正中间的位置 这是舌根 是吧 舌根 这舌中部 脾胃 肝胆呢 肝胆在舌的两边 这个位置是一样 舌两边肝胆 对称的 对 然后肾 肾有没有问题看 肾一般在舌根 在舌根 然后心肺一般在舌尖 所以如果我们要说到了心肺有热 我们就会看看舌尖是不是红红的 对 看舌尖 一般舌的边尖前面都是红红的 这种红的一般都是偏鲜红 偏鲜红 有的人还会舌尖 还有点烧灼感 有的人会舌尖疼 这种人一般都是心肺有热 对 而且这样的红是跟其他的部位相比 要显得更红一点 对 在对比下我们能够看得到的红 对 这是我们说到的舌像 除此之外 我们身体的症状表现 再给大家明确一下 肺热是什么样 肺热也先咽干 咽痛 咳嗽 有的会肺开窍于鼻 竟然会流那个丑鼻涕 或黄鼻涕 如果有痰也是咳出来是黄 如果有少量的痰也是咳出来是黄痰 如果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症状 大家身体上自己也遇到的话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明确 我可能是有肺热 接下来我要通过一些方法来调理了 用什么呢 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问号挡着的好吃的 当然它是一个好吃的 不过用它来做成的汤记 在古医书上的记载特别的有名 叫做青龙白虎汤 对 我们能不能简单的先跟大家说说 这个汤记的由来 青龙白虎汤其实是一个古方 这个古方是清代的早期 有一个王室一案 这个王室一案里面介绍的 我们今天选的这个药呢 它颜色是青的 青龙加一个白虎 白虎它说叫卢浮 卢浮我们都知道有一个药叫来浮籽 是 来浮籽是什么 萝卜籽 萝卜籽 那萝卜就叫来浮来浮嘛 来浮来浮 就是这个卢浮 就是白萝卜 色白合而为济 两个合在一起 一起做一个方济 有消经络流至之痰 什么叫消经络流至之痰 就很多痰我们觉得就是痰邪入落 就咳也咳不出来 陈年的老痰 续集了很长时间 解高粱鱼面之毒 是吗 肥肝后味 大鱼大肉吃的 解高粱鱼面之毒 所以二位处处皆有 人可扶植 物易公优 任久无弊 实能 迷胃形之患 胃形之患 物以平淡而忽视 就是你别觉得这俩药都特别平淡 你就忽视它 它这两个是 第一个是可以久服 第二个没有副作用 第三个它的作用 你以为它弱吗 不是 别忽视它 也就说明这个青龙白虎汤 听起来如果只用了白萝卜 那个青龙也应该是没有听上去那么的高大上 它应该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很容易得到的一个食材或者是药材 它们俩配合在一起 完美搭配青龙白虎之效 所以到底我们说到的第二位酸性的食物是什么呢 当然接下来我们就要揭晓答案了 我可以给大家先看看它的样子 好 看完样子 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它 好吗 我们在介绍它具体是什么之前 我们能不能主要的来说一说 这个青龙 也就是我们这个应该是青色的食物 它的性味如何 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功效 那这个药呢 其实在南方 在福建 广东 广西 它是作为食物来吃的 但实际它入药很早 在本草钢木里就有这个药 入药很早 我们经常入药用的是它的干果 看看我们看它的干果 这个药性用它的干果 肝 酸 平 它就是味道呢 应该以酸为主 带点微微的甜味 性质是偏平的 然后入肺 胃 精 能清热解毒 看吧 它的解毒功效要很强 就是说比我们前面说的玫瑰茄 有更强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仍然是离咽生筋 仍然是这个 就是对咽喉病肯定有效 那主治呢 咽喉肿痛 咳嗽痰黏 凡热口渴 跟我们前面说的玫瑰茄的作用 上一个等级 是的 功效也加强了一个等级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咽干咳嗽 到了一定的程度 我们可能就可以求助青龙白虎汤了 对 这个青龙到底是什么呢 来 韦老师 我们可以先请大家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接一下 我们先揭晓答案 白色就是卢浮 白萝卜 青色就是这个青色的小果子 有人认识它吗 阿姨 这是什么 这是青果 青果 有没有我们熟悉的名字 又叫 橄榄 又叫橄榄 谢谢阿姨 您对它了解吗 它润肺的作用 平时您怎么吃它 有时候买这个吧 就是痕着 有时候腌肝 有时候咳嗽 有时候痰多的时候 就痕一痕它 效果好吗 还行吧 还行 挺酸的吧 对 有点酸甜 它是酸味的 也是酸性的食物 阿姨到底说的对不对呢 我先送给阿姨一份礼物 虎年乳品新时尚 畅想甜蜜无负担 本节目由双DG 零折糖的三元酸奶一糖瓶 特别赞助播出 祝您每天健康安心 幸福甜蜜 来 送给这位阿姨 刘老师 我们回到舞台中间 当然了 我也要先帮大家揭晓答案 到底这个问号 代表的是不是橄榄呢 青果 阿姨说的名字 特别的准确 就叫青果 但是阿姨说青果的别名 也叫做橄榄 我们先给阿姨一个结果 阿姨回答对吗 很对 非常正确 就是我们常说的橄榄 橄榄我们其实很了解 对吧 吃到嘴里瑟瑟的 不觉得好吃 对 可是今天您说的这个酸性 尤其对于春天 初春的季节 特别适合 帮助我们滋烟 我们具体的来说说 它适合什么样的人群 那个橄榄和我们前面讲过的玫瑰茄 其实都是沥烟生金的那个中药 那么橄榄的清热作用要更强一些 它有清热消肿的作用 比如说你咽喉已经肿痛了 其实是可以用橄榄的 然后玫瑰茄是无弹型 橄榄就可以用于有弹型 特别是咳黄弹的你都可以用 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清肺热的力量比较强 所以橄榄和玫瑰茄如果要搭上 这两个搭其实它沥烟作用更强 清热作用更强 止咳消肿作用也更强 就是强强联合了 那刚才青龙白虎汤呢 加上又是一个常吃的食物 又可以很好地消饮食机制 特别是对于冬天吃了很多肥干厚味的 春节刚刚过去咱吃的腻得太多了 对 它有解油腻的作用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百搭 这个清果本身它又是一个食物 在南方人都拿它随便当糖含着它 就觉得嗓子干了用它含一含 它是鲜酸后干 含一含以后慢慢慢慢它就回肝 有润喉止咳的作用 平常我们在治疗哮喘的方子里 也经常会夹上它 因为它沥烟 有沥肺气的作用 如果说你觉得还是偏于简单了 你就拿着这个煮水喝 多煮一点 然后它那个轻弱作用更强 大概多少水 放多少的清果 多少的白萝卜 清果呢要放十个 十颗 十个清果 白萝卜呢 我想应该200克 就是我们这么长的白萝卜 切一半 一半 清果我们买药店的干品就好 还是需要有鲜品 对 干品就可以 就可以 煮水大概煮多久 那煮水呢 清果要是干品煮水 就要多煮一会儿二十分钟 要是鲜品煮十分钟就可以 明白了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吧 青龙白虎汤怎么做 大家依然可以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堂的微信公众号 输入关键词酸 我们今天所有的食材和制作的方法 都在里面等着大家 青龙白虎汤 我们适合有非热的人 特别不适合什么样的人 和有禁忌 特别不适合脾胃虚寒的人 就是说经常 第一个怕凉 第二个 吃完什么东西就爱腐蟹 就变糖腐蟹型的人 这两个吃这个就要小心一些 那里边就还可以加东西 但是加完了就减少了 你比如说加了生姜 加了什么热的东西 你就影响了它的清热作用 所以如果你同时有咽喉肿痛 又脾虚的人 容易怕凉的人就不要吃它了 明白 导演告诉我 除了青龙白虎汤之外 您平时特别爱做各种各样的果蔬酱 清果也可以做成酱吗 可以 就是它比较费事 什么叫费事 就是费时间 然后它中间的加工过程比较复杂 最难在哪儿 我这翻车翻了好多次 怎么又翻车了 就是做一次不成功 做一次不成功 就是我是因为有朋友是福建人 那朋友每年会给我寄很多 他一寄寄三框 三框 你给北方人 北方人是不会吃的 你又不能说我给大家发一人发十颗 那么保存也很难保存 它一放就黑 然后冷藏就黑 不放冷藏就抽抽 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后来我想想 因为我多年的做果酱的经验 丰富的经验 我说我拿它做一做果酱试试 我想它带糊 它的糊应该去糊跟樱桃有点相似 樱桃的糊也很难去 那我就想想要去樱桃 我当初怎么去的呢 樱桃去糊一个一个切开 再给它掰开 这个不行切不开 太硬了 它那个肉都粘的 肉和糊是连在一起的 那怎么办 那么我就最后总结 就说成功经验 那个拿刀拍了 都拍完了以后 它不就肉就松开了吗 就放锅里煮 水不要放太多 水不要放太多 你就使劲搅一边煮 一边搅一边煮一边搅 那个肉就化在水里了 这个时候你再找 那倒的时候 你在倒肉的时候 倒一倒又硬的再挑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 那就变成果肉 完了再熬 熬成青果酱 做成酱 然后比如说把金果再倒 再倒 倒完了以后熬稠了 这时候放冰糖 放蜂蜜 快出锅放蜂蜜 这时候就有很好的 这个一个酱的保存作用 这个时候一边锅里 它在煮着你那个瓶子 锅里煮的瓶子 这边熬好的酱 捞出来瓶子趁热装瓶 这个青果酱能放一冬天 你只要不开瓶 拿小瓶子 都买那个淘宝上买 那个很小很小的瓶子 都装在小瓶子里放冰箱 嗓子疼的时候拿出来吃两勺 嗓子疼的时候出来吃两勺 如果说你觉得我吃两勺 我怕胃寒 把它放杯子里头 带茶饮 一会儿喝点 一会儿喝点 就小口挫饮 让人有很好的 清热 力烟 止咳 止痛的作用 而且听起来应该是酸酸甜甜的 口感会很好喝 不用你去买药子了是吧 大家可以试试看 按照刚才我们韦老师讲的方法 记下来之后 自己做成青果酱 我们如果再遇到了肺热 就好过了 到了今天我们讲啊 到了初春季节 我们适合用酸的方法 帮助我们更好的滋阴 生羊 除此之外 我们还有两个问号 这是在明天同一时间 韦老师会继续做可养生堂 告诉我们 我们在早春时节 用些什么样的杏味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养生保健 所以明天记得同一时间 继续收看养生堂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 好吃的就在养生厨房当中 滴滴卤香飘万佳 中国高端食油油引领者 鲁花倡导消费者 少吃油吃香的油 让我们一起走进 鲁花养生厨房 春三月先养生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请来的是 面店大师张虎老师 之前您给大家制作的红枣 还有花生 那种象形的面点 真的让人非常的难忘 咱们今天是不是还得 再做一个种象形面点呢 不不不不 今儿教大家做一个家常的 家常的 那就太普通了 您看看我这个普通吗 能够吃出近两米长的手抓饼 哇 两米长的 而且一点都没有断 对 这好制作吗 只要您按我的步骤操作 肯定能做出来 能不能给我们提前透露一下 这些小窍门呢 就是第一和面 第二个烫油酥 第三个是叠扇子 第四个呢是卷陀螺 四个小窍门啊 我听懂了两个 一个是和面 还有一个油酥 但是后两个 一个是叠扇子 还有一个是卷陀螺 这个不太明白 那我们就慢慢地跟着 张大厨来学习一下 而且呢 这个饼还特别好吃 好吃的点是什么呢 就得感谢我们的张主任 今儿带来这个百味巨香的食材 那我能不能申请闻闻呢 这个香味啊 真的是非常的独特 很熟悉 其他的那个春仙呢 它那个味道 都是像青草的味道 但是这个不一样 与众不同 非常的窜 那百味巨香 这句话呢不是我说的 那在我们旧方本草当中 就记载啊 这个食材就是百味巨香 那张老师是不是就是 加了这种春仙 什么样的这个吃的 都会更香了呢 反正这个味道呢 我是特别喜欢 我经常呢 还会把它的种子 炸成油来拌我们的蔬菜来吃呢 这么好的春仙啊 电视机前呢 您想不想知道 它是什么呢 可以拿起手机来扫描 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 关键词鲜 就可以提前了解到 所有的答案了 那我们赶快来学习一下 这个盘丝手抓饼 感觉这个两米长很复杂 很有难度 先把这个食材呢 给它切了 一会儿用到咱们的饼里面 咱们把油烧热 丝丝分明的感觉 就要靠这个油酥了 对吗 对 那我们今天使用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因为它是屋里压榨的花生油 所以呢 只需要一点点的用量 就特别的香浓了 油温呢 就是一微微有点冒烟了 就可以 油温要高一些 比例呢没有说确切的 就是在搅拌中呢 能拉起来 一往下一倒 很顺上的留下来就可以了 藤层分明 就靠这个热油酥 很顺上的留下来 看见了吧 不错 这就可以了 所以咱们今天要制作这个 两米长的 然后层层非常分明的手抓饼 就靠这一碗油酥了 对 咱们拿来咱们的面 面又有什么讲究 这面要一定要提前活 为什么要提前活呢 醒至少一个小时 要醒至那么长时间 让这面醒透了 所以咱们提前做了块面 好 也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面粉 咱们稍微加一点热水 再加点凉水 给它活成团就可以了 大概这软硬度呢 就比咱们家里的 这个饺子面软 软一些 你看 不要太软 太软它不易成形 咱们拿起来这个面 刷上油 案板上 家里做饼一般都是 用这个面粉 但这个呢 一定要用油 层次效果好 您说您搁面也行 但是不如这个效果好 让这个手抓饼的层次呢 更加的分明 看成一个长方形 不能是圆的 也不能是那种 牛舌一样的 没错 你看这个长方形 出来以后呢 这油缩比较烫 所以咱用勺抹 趁着热抹在我们的 这个面皮上 要抹均匀了 不留一点死角 这时候抹完以后呢 我们撒盐 让它本身有味道 然后呢 撒上我们这个 春鲜 春鲜 对 再来点葱花 想请张老师 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 这种春鲜 它到底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吗 这个呢首先 它是香味的 它是心散的 同时呢 它是一个温性的 对于我们的这种脾胃虚寒 就非常有好处了 它可以有暖胃合中的作用 另外啊 虽然春天逐渐转暖 但偶尔还会有 倒春寒的情况 那在这个时候 如果肺受了寒 也可以用这个春鲜呢 来食用 它有很好的暖肺直喘 同时呢 还可以温中去寒 去掉我们的肺胃中的虚寒 那其实呢 春天也是特别适合 我们来养肝的一个时节 那如果电视今天呢 想要了解更多的 关于养肝的好菜 还有好茶 还有一些我们 交给您的一些 这个养肝的操呢 您可以拿起手机 来扫描下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 微信公众号 在最下方的空白处搜索 关键词养肝 好 收到回复点进入 就可以看到 我们精心给您准备的 适合在春季 帮助我们养肝的 很多的好方法 您可以一键保存到 您的手机里面 看啊 拽起来 然后叠 像那个拉面一样 对 现在呢 就像咱们叠扇子 小时候叠扇子知道吧 对 给它叠上 感觉像在做手工 叠完以后呢 稍微拿手这么压一下 给它压实 然后压完以后呢 静置个三到四分钟 让它卸一下劲 因为这个面 在擀的时候 已经产生筋力了 这样卸一下劲 咱们再操作 来 咱们现在可以拉了 它斜着点试试啊 不会拉断吗 不会 不会 就是咱们在和面的时候呢 不要选用全都是这个烫面 咱们烫一点面 加点冷水 它面有筋力 有筋力呢 它不容易断 而且还得放一会儿 对 谢谢它的筋性 谢谢它的筋性 卷的时候你看啊 从这边上卷的时候 宽着点卷 不像咱们卷别的东西 卷得特别死的是 特别死 对 往前放着卷 让它层次更宽松 因为这样呢 咱们卷得宽松 一会儿擀的时候呢 它一起压 层次就匀了 如果你卷得本身就特别紧 擀的时候呢 层擀不开 你看 我卷的时候不是说这么卷 很宽 带着点卷 然后边卷呢 由于咱案板比较这个小 你要案板够 直接拉扯 咱就这么着一点点拽着来 就这小案板才能练出来 让大家跟着招呼老师学 对 如何在家做呢 对 大家看我这个卷的手法 像不像叠这个陀螺 还是像那个螺丝串 是吧 往里这么带着 一圈一圈的 一圈一圈的 你看到最后这儿 您看啊 擀开一个片 然后把这底儿包住 比我们以往的那种封口的部分 要好得多 因为封口那一块 就感觉那个口感也不好 硬邦邦的 做好以后啊 咱们要稍微还是这样的醒一下 卸一下劲 然后再擀 醒个三到五分钟 如果你现在就擀呢 它存着劲 一擀擀不开 一擀就缩回来 一擀就缩回来 明白了 在家的时候要着急 说为什么做不成 就是刚才卷的时候 它也收回去了 然后这会儿擀的时候呢 它一劲没卸 还是收回去了 所以是慢慢来分成几步 所以跟老师学就是不一样 我已经认认真真仔细地 都头都酸了在这学 没错 因为非常的细致 对 以前老觉得 我们家没那么大地儿 做不成 现在就这么点地儿 就这么小的案板 这么小的一个擀面杖 你就做成了 而且我跟您说 这饼您可以今天做完了 明天烙 您看现在盘好以后吧 您搁一小盘里 盖上保鲜膜搁冰箱里 说明天早上要吃 拿出来一擀 现在这个饼呢 已经醒得可以了 咱们准备烙 烙的时候呢 这饼要擀开 但是呢 先不要擀正面 先扣过来 这样呢 以防它那个层啊 跑层 从背后擀 每一点都是小桥麻 没错 真棒这个地方 既不会有那个 最后的死面搁到一块 然后还可以保护它 这个不至于散开了 没错 张老师记住了 咱们今天制作的这个 凉蜜肠的 手抓饼的一个方法了吗 这会儿还能复述出来 但是呢这个点太多了 需要回去拿小本本记下来 对 那如果电视机前您呢 想要复习一下我们 今天交给大家的这个 千层手抓饼的这个制作过程呢 可以拿起手机来 在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养生厨房的微信公众号 是回复仙字就可以了解了 那我们已经入锅了 这个油温有什么讲究吗 火力不要太高 因为它本身薄 鲜烙有层的那面 就是咱们拿底边包住那面呢 冲上三四分钟 好 看到了我们张大厨已经翻面了 对 金黄颜色有一些饼花 这个饼啊 因为它擀的比较薄 所以很容易成熟 你看三四分钟 咱就翻面了 再烙三四分钟 基本就成熟了 现在这个屋子里太香了 是的 其实我是特别喜欢这个春鲜 它的种子 还有它的炸的油的这种香气 所以呢 刚才我说如果要是我 我肯定会放了满满的一层 这个春苗 同时呢 这个油还会用它的油来做这个油酥 张老说那嘴会麻的 但是呢 要看你自己真的喜好的情况 好 咱们的饼啊出锅了 好 大家现在看 是不是看不出撕了 是吧 是吧 还需要一个动作 看好了 两个手 往中间 挤这个饼 拍 哇 听到那脆脆的层了吗 听到了 看这个 往中间拍一拍 对 压一压 它那个层次就马上凸显出来了 是啊 那张老师 是不是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 这个香气四溢的春仙到底是什么呢 百味俱香的 就是我手里的这个花椒芽了 实际上我是特别喜欢吃花椒的味道 如果呢 要是脾胃虚寒 平常一吃凉的 胃就不舒服 那在这个春天的时候 趁着这个春仙上市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适当做一点花椒芽来吃 可以像今天跟张老师学到的 坐在这个手抓饼里头 也可以呢 我们平常煎着吃 炸着吃 炒着吃 都是可以的 而且呢 又是应季的好食材